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邀请到史教授 我中文讲一个评评 他前名是史腾针教授 他给我们做加强学习的报告 加强学习是能工智能 非常重要的一番 所以整个人不是很多 现在正是在我们 无论我的感觉 无论是在领域模型 还是其他的能工智能方面 他都已经很大的作用 史教授其实在美国毕业的 我看了一下他的网页 他是白卡助理大学 是吧 他现在是能登 人登是顾 这个 助理教授 他是在两个杂志的副主编 一个是JRSSB 另外一个是JR of Non-Penicist 他的主要性质 我跟他写的东西讲一下 然后 就是说 他的主要研究性质 就是发展统计推断的方法 应在 一个是主要是应在 一个是战略学习 另外一个是复杂数据 同时呢 他应到我们就是健康啊 包括我看了一下 他做的是 Treatment Effected Mation 就是你个人 Prescision Medicine 你个人治疗 你看你这个 不能不能用 不能用 比如说 有人是用放疗 有人用化疗好 还有的人用矛盾的药 这些药 这些东西吧 都要呢 他能够加强学习 来能估计和改善 他的了效 显示呢 这个究竟呢 什么治疗方案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和这个 开车 开车 因为这个 史教授吧 说朱恒卢教授呢 开始我们认识的 我估计啊 我猜 我猜 我没问 就是 这个因为朱教授吧 他曾经做过很多 TRAVIC 无论驾驶 机制 这方面做过很多研究的 这个 还有功能点 其实 还有呢 就是 这个 牛的imaging 他们大脑的图像 这方面 他 在2021年呢 他到了呢 就是英国王家统集学会的 这个理设计呢 那个 Prize 他 IMS呢 33年来呢 开会啊 他是 Trival Wars Trival Grant 是 他在 家教学习 以前呢 我们呢 就因为 这个里面嘛 多数计算机 科学系的 在发展 计算机 那科学家吧 他们关键的是算法 怎么 怎么算 算得快 是吧 关键统计 踢断的人呢 比较少 那么 史教授呢 他做家教学的 统计踢断呢 应该是 我觉得 在 太年 工作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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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一些工作吧 经济吧 会产生 很大影响的 如果 如果大家有信心的人 那 在 报告以后 可以跟 那史教授 多多联系 好 那现在我们那里欢迎 史教授 给我们 做报告 非常感谢 熊老师的邀请 以及 熊老师 这么 nice的介绍 也是像 熊老师 讲的就是 如果各位 对我的研究方向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之后 可以 跟我交流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 今天 有时间能够来 聆听我的报告 那我今天呢 就是像 熊老师说的那样 我今天 这个报告主题呢 其实是讲 这个统计推断 在强化学习中的引用 那说到强化学习 可能 大家也都不陌生 它可以 相当于是 最近比如说 五年到十年时间里面 在机器学习领域 其实最火爆的 研究方向之一了 那每年呢 其实可能都有 成百上千的文章 在 关于强化学习的文章 得以发表 那么如果谈到应用的话 也是像 熊老师刚才讲的那样 就是我觉得 在最近的十年时间里面 大家最能耳熟能详的 一个应用呢 其实就是这个谷歌 Demand Team 他们设计的 这个AlphaGo 这个智能体 那六年前呢 他也是能够 成功的击败了科捷 也就是我们当时 维基界的大BOSS 那除此之外呢 在最近五到十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强化学习呢 也陆续在 很多应用领域里面呢 都得到 得以应用 那其中最广泛的领域呢 可能就是这个 电子游戏 Online Video Games 那这个呢 也就是 计算机科学家 当他们在设计 和评估强化学习算法的时候呢 他们最为常用的 一个应用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也有强化学习 比如说在 医疗健康领域啊 在共享出行领域 在机器人领域啊 在金融 以及在自动驾驶里面呢 都或多或少呢 有一些应用 那在今天的报告里面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会考虑 强化学习 在这种移动医疗 以及 在共享出行中的应用 那首先呢 我们来考虑这个 移动 医疗中的应用 那么在最近 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就随着手机 平板电脑 以及这种 可专业设备 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呢 那我们这种移动 医疗的数据呢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在这个PET里面呢 我其实就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用这个 Intern Health Study 它呢 其实是用来研究 那个 那些第一年的 那些 在美国的这些实习医生 他的一些 身体现况的一些状况 那这些实习医生呢 他们其实呢 是在非常 压力非常大的 这种环境下 然后进行工作的 然后他们呢 经常呢 就其实睡觉也 睡 不能睡得很好 然后呢 每天呢 要工作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呢 就是如何能够提高 他们这个 健康状况 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的 我有一些合作者呢 他们 其实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他们 创造了一个APP 然后首先呢 就是根据这个APP呢 他们可以从这些 实习医生身上呢 他们能够收集一些数据 那如果说 大家看这个 最左边这幅图的话呢 其实主要呢 他们会收集 三方面的数据 就首先 他们会问这些实习医生 就是他们每天的 这个情绪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 On scale of 1 to 10 How was your mood today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会问 这些实习医生 然后来report一下 他们这个 每天睡了多少小时啊 然后他们也会用这个手机 然后来check 比如说 你每天走多少路 那这个呢 就是收集到的这些数据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是通过这个APP呢 我的这些collaborator 他们也可以来实时的 来发送 给这些实习医生 发送一些tax message 那如果说 大家看最右边 这幅图的话呢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其中一个实习医生 他在早上 比如说九点半的时候 让他收到了一个 来自这个Intern Health 这个APP的这个message 那给定这个APP呢 我的研究合作者呢 他们其实是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每个实习医生 那每天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需要 来发送一定的tax message 然后来提高他的这个健康状况 那这边呢 是一个第二个例子 是关于这个 疫情糖尿病病人呢 那这个疫情糖尿病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就是得这个病的病人呢 他们其实体内 没有办法能够产生 足够多的胰岛素 那所以呢 他们其实就是 经常需要注射这种胰岛素 然后来使得 他们体内的血糖呢 能够保持 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一般来讲呢 就是当这些病人 当他们吃饭的时候 当他们体内血糖含量 升高的时候 那一般就这种时候 我们知道呢 就是他可能需要 注射胰岛素了 那我们这边的想法呢 其实是想用强化学习 然后来决定 对于每个病人 在每个时间点 他到底需不需要 注射胰岛素 根据他们体内的一些 身体的指标 比如说他们体内 血糖浓度的多少 然后他们的进食状况 以及他们运动的这个强度 那另外呢 在也有这种 公开的这个数据集 然后可以 供我们来做 进行这些研究 那我这边呢 就举了一个 这个Ohio T1DM Dataset 那这个数据呢 它其实是包含了 六个一型糖尿病病人 为期八周的这个数据 如果说大家看 右边这幅图的话呢 这幅图其实是画了 其中一个病人 在一天里面 他身体内部各个指标的变化情况 那第二个就是 在今天这个talk里面 会cover的这个应用呢 其实就是共享出行 那其实五年前的时候呢 我在滴滴出行 做过一个实习 那也是在 朱老师的 这个指导之下 那滴滴作为当时 国内这种 共享出行的龙头企业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这种 用户的群体 那如果说 大家看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共有 500多万的 这个注册用户 并且呢 在cobet之前 它其实每天呢 都可以收集到 超过100多个TB的 这种轨迹数据 并且这只是一天 他们能收集到的 这个数据量 所以像滴滴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 高科技公司也好 他们其实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库 那他们这些数据库里面 这些海量的数据呢 就其实为了 我们这些统计学家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 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的 这种机会 那在这页PET里面呢 我就想以滴滴为例子呢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这些公司 他们可能关心的 一些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 这个供需预测的问题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然后在未来的某个区域 这个公司想知道 比如说 这边呢 会有多少订单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可能也想知道 就是说 会有多少的 这个空闲的司机 能够来匹配这些订单 那这个呢 就是对应的 这个供需预测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策略评估的问题 就当我们提出 一个新的策略以后呢 我们如何 根据已有的数据 可以来评估 这个策略的好坏 我看好像 有老师同学举手 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欢迎就随时 来interrupt 然后随时问就好了 有老师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胡老师 胡老师你挤着手 但是你那里是 你那个声音是没有打开呀 胡老师 那或者我们就 大家再说 对但反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随时来interrupt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策略优化的问题 就是根据这些公司 他们数据库里面海量的数据 我们如何可以来设计 强化学习算法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 最后的策略 来为大家的健康出行 提供一个更为安全 更为高效 以及更为便捷的这种 智能交通的体系 那我最近其实两三年 做的工作呢 都是基于这些应用 那么像今天这个talk title 显示的那样 在今天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其实主要会考虑 统计推断 在强化学习中的应用 那作为一个做统计的 其实当我在 思考强化学习 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经常会有一个问题 就奔发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就是统计推断呢 它到底是不是对强化学习有用 那这个答案当然是 yes of course 然后并且呢 就是在 接下来我要讲的 跟大家第一个想分享的 这个报告里面呢 我会 convince大家 就是这种传统的 统计推断的方法 比如说假设检验呢 可以如何来提高 这些已有的 这些强化学习 这些算法的 一种表现 那我先想 跟大家第一个分享的 这个工作呢 是基于我三年前 在sml上的一个文章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是 针对这个 markle property 然后构建了一个 假设检验的统计量 然后并且呢 把它应用在 这个强化学习里面 然后来 investgate 就强化学习里面 一个非常 popular的一类的模型 叫这个 markle decision process model 那在具体讲述 我们的方法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 简单科普一下 强化学习的背景 那强化学习里面呢 其实我们 一般考虑的 就是这种 叫做 序观决策问题 或者说 sequential decision making 那它其实假设呢 就是我们 有一个 这个智能体 然后 实时在跟 这个环境进行交互 那在每个时刻呢 这个智能体 都可以看到 这个环境里面的 一些特征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state st 然后来描述 这些特征 那在看到 这些特征以后呢 这个智能体呢 它就会采取一些行动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at呢 然后来代表 这些行动 那之后呢 这个环境呢 它也会给 这个智能体 一些反馈 就首先 它会给 这个智能体 一个短期的 一个收益 rt 然后并且呢 这个环境呢 它也会 move到下一个state 那这个智能体呢 它实时在 跟这个环境 进行交互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会收到 一系列的 这种rewards 那强化学习里面 其实最为 重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根据这个智能体 它所能观测到数据 我们如何可以估计 得到一个最后的策略 然后来最大化 我这个智能体 它所能收集到的这种 长期的收益 那这策略呢 那这策略呢 其实就是用来定义 这个智能体 它的行为的 那数据上来讲呢 就是在每个 每个时刻呢 其实这个智能体呢 都会 实施一个 这个映射 我们就为这个πT 然后这个πT呢 它其实是从 这个智能体 它所能看到的 这个observe的data history 然后到这个 action space 上的一个 概率分布函数 那所有这些πT 它的一个集合π呢 我们就把它记为 这个智能体 它的一个策略 那如果说 大家看这个equation的话呢 其实在每个时刻T呢 这πT 它就对应了一个 条件分布函数 就是给定这个 ST bar 就是对应了 这个智能体 在T时刻之前 它所能观测到的 所有的这些数据 那在这个时刻呢 它应该如何 来选择这个action 那这样的一个策略的定义呢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广义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策略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 这个history dependent policy 那这个也是因为 就是这边πT呢 它会依赖于 整个历史数据 ST bar 那如果说 我们假设 在每个时刻T 这个πT 它不依赖于 整个历史数据 它依赖于这个ST bar 只是通过这个 当前时刻的这个状态 这个ST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策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Marco policy 那如果说 我们假设这个π是Marco policy 并且呢 所有的这些映射πT呢 它都是不随时接变化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策略呢 把它叫做stationary policy 那就是来总结一下 就最广义的来讲 我们有这个class of history dependent policy 那如果说 当这些policy 它不再是这个 不再依赖于历史的话呢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子级 就对应了这个class of Marco policy 那在这个策略子级里面呢 如果说我们再假设 所有的映射 它都是不随时间变化的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 更小的一个策略的子级 就对应了这个class of stationary policy 那强化学习呢 它就是用来解决这一类的 sequential decision making的问题 然后来估计一个 根据一流数据 能够来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策略 那在这些的PT里面呢 我其实跟大家简单的 summarize一下 一些一个listing的 这种stay of the art的 这种强化学习的算法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几乎所有的 这种强化学习算法呢 它们的基础呢 都是在于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 马尔可夫角色过程 然后来对一个 数据系进行建模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 这个模型假设呢 是因为在这样的模型假设下 它保证这个最后策略呢 它是一个stationary policy 它不是一个history dependent policy 那这个假设呢 其实就极大程度的 简化了计算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 这个整个的 这个history dependent policy class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策略的 一个集合 我们只需要考虑其中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子集 就对应的这个class of stationing policy 那在这个MDP模型假设下面呢 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呢 就是这个marker consumption 那直观上来讲 就是说给定当下 这个过去和未来呢 它是条件独立的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个RT 它是一个deterministic function of st80和st加1 那其实呢 它就是要求这个st加1呢 和过去的这个state action pair呢 它是条件独立的 给定当前时刻的这个state action pair 那并且呢 就是我们也是 要求这个marker generation kernel呢 它是不随时间进行变化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关于这个marker assumption的 这个illustration 就是给定 当前时刻的这个state action pair 这个RT呢 和st加1呢 它是和过去时刻的 这些数据呢 都是不相关的 那它呢 就是不依赖于 这个过去时刻的这些数据的 那好 那在实际的场景里面呢 我们肯定有 就是可以满足这种MDP 模型假设这种数据集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些数据集呢 它是没有办法能够 满足这种假设的 那这一页PET里面呢 我其实就给大家 罗列的这种三种 不同的这种模型 我们可以考虑的 然后来对实际数据 进行建模 那如果说大家看 最左边的这个第一个模型 那这个第一个模型呢 就是对应了这种 最classical的这种MDP的模型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 一个数据呢 它就是来自于 它就是满足这个MDP的模型假设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用已有的强化学习算法 把它应用到这个数据集里面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最终的策略 那好 那如果说大家看这个第二个模型 在这个第二个模型里面呢 其实 它不是对应的一个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MDP模型 那它呢 其实是对应的一个高阶的一个MDP模型 或者说大家看这个图的话 这个图呢 它其实是对应的一个二阶的一个MDP模型 就是如果说我们把st-1 at-1和st 就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三个变量 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然后来定义一个新的一个state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证明就是说 在这个变换过后的这个数据集上面呢 它其实是满足这个MDP的模型假设的 那如果说在实际的例子中 我们知道一个数据集 它就来自于这个high order MDP 并且呢就是说我知道 它这个具体的接数是多少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state和过去的state action pair 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构建成一个新的state vector 然后呢 把应用已有的强化学习的算法 然后把它用到这个 变换过后的数据集上面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的策略 那最后呢 如果说大家看这个最右边的这张图呢 那在最右边这张图里面呢 就有些这个state 它的information呢 它其实是hidden的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直接观测到这些 这些数据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对应的模型呢 它其实就是对应了一个 partially observable MDP 或者说palmDP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不管我们把当前时刻的这个state 和过去多少个时刻的这个state action pair 把它也拼接在一起 定义成一个新的state vector 就这个marker assumption呢 它都会被violate 那想法学习的literature里面呢 也是专门有算法 然后来design 然后来solve这种palmDP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就知道 就是一个实际数据集呢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palmDP 那我们就应该用这种solve 这些算法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的策略 那好 那我想先跟大家简单 summarize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 它的一些contribution 那方法上来讲呢 我们其实是提出的一个 这个forward backward learning的procedure 然后来对这个marker assumption 进行检验 那之后呢 我也会具体来讲 这个forward backward learning procedure 它到底是什么 那就我们所知呢 在当时呢 就我们这个应该算相当于是 第一个在强热学习这一类问题里面 然后做这个marker assumption 假设检验的这个工作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呢 我们其实可以sequentially apply我们这个test 然后来做这种模型的选择 那给定一个数据集 我们会做呢 就是我们首先会直接对这个数据集 然后来做这种marker assumption的假设检验 然后看它到底是不是满足这个mdp的模型假设 如果说它满足这个模型假设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应用已有的这个强热学习的算法 然后用到这个数据集里面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策略 那如果说它不满足这个假设呢 那我们其实就会蓄惯的这个 用我们的这个test 然后来检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二级的一个mdp 是不是一个三级的mdp 以此类推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对应了一个高级的一个mdp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个current state 和过去的state action pair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然后来定义一个新的state vector 然后来满足这个marker assumption 然后呢再把已有的相关学习算法呢 然后应用到这个变换过后的这个数据上面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策略 那最后呢 假设就是说我们不停的就是说 在用我们这个apply我们这个test 但是呢它一直都会reject的这个now hypothesis 那这个呢就其实说明这个数据集呢 它其实是可能来自于一个palmdp 那我们就应该用这个palmdp的算法 然后来对这个数据集进行策略的优化 那上述说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对这种线下的这种相关学习的场景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给定一个历史数据集 在没有任何online data collec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的策略 那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 在没有任何prime knowledge的情况下 我们确实不知道就是说 哪个模型可以更好的来描述这个数据 那如果说我们考虑了一个underfitting model 那么任何估计出来的这个stationary policy呢 它就不再是一个最后的策略 那如果说我们考虑一个overfitting model 虽然呢就是说它估计出来的策略呢 它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呢 它是相合的 但是在这个finance sample情况下呢 它有可能是非常noisy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为的加入了非常多的 这个之后变量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接下来几页slides里面呢 我会跟大家demonstrate的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方法 它的一些impreful的一些performance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理论上呢 我们也是证明我们方这个方法呢 它可以控制这个第一类错误 然后并且啊就是说在这个bydiv 数码 这种强化学系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框架 那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demonstrate一下我们这个方法 它的一些impreful的一个performance 那这边呢就是用到就是我们在最最初的时候讲的那个数据集 这个ohio dvdm dataset 那帮大家这个简单的回忆一下 就是说这个数据呢 它其实是包含了6个一型糖尿病病人 为期8周的这个数据集 那我们对这个数据集呢 我们是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然后做切分 然后就是每一个小时呢 我们其实都是要来决定这个病人呢 他到底需不需要注射胰岛素 那为了应用这个强化学系呢 其实我们就要定义就是说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我这state是什么 我这action是什么 我这个reward是什么 那这state呢 其实就包括这个病人的 他一些time varying的一些variable 包括比如说他血糖浓度啊 他的进食状况啊 以及他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 那这个action呢 其实就是在每个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决定 这个病人他到底需不需要注射胰岛素 然后这边reward的就选取的是 这个index of gastric control 他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病人 他这个健康状况的一个衡量指标 在这个数据集上面呢 我们其实做了两份分析 那在第一份分析里面呢 其实我们就是sequential apply our test 然后来决定一下 就是说这个mdp模型 他的这个接触是多少 然后我发现呢 他其实是一个对应了一个四界的一个mdp 那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这个四小时之前收集到的数据呢 他和四小时之后收集到的数据呢 他是条件独立的 给定就是说我这个四小时之内 他收集到的这个数据集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结果的一个interpretation 然后为了来进而来验证这个结果呢 我们其实做了第二份分析 那在第二份分析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是用cross variation 然后把这个数据呢 分成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 然后呢 在训练集上面呢 我们其实就应用了这个已有的 这个策略优化的算法 然后来估计得到一个最后策略 假定呢 这个数据集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k界的一个mdp模型 然后对于每个k呢 我们都在这个测试集上面 用已有的这个策略评估的算法 然后来评估一下 就是说这个策略它的好坏是什么 那如果说大家看最后最下面这张表的话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估计得到在这个四阶mdp的模型假设下 估计得到这个最后策略呢 它其实可以达到这个最大的这个main outcome 那因为这个四阶呢 也是我们这个推断得到的这个接触 那这个这个结果呢 其实就是 就就就就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方法呢 它其实可以非常自然的和已有的这个强化协计算法呢 相结合 然后呢来进一步改善他们的这个performance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节线统计量 用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拟实验里面 然后来验证它的一些impeccal performance 然后这边呢 我们是考虑一个toy example 叫做这个tiger problem 或者说老虎问题 那这问题呢就是 其实可以这样来描述 就是我这边有两扇门 并且呢就是其中有一扇门 后面呢有只老虎 那么假设我们打开这扇门 然后发现门后面有只老虎 那我们其实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penalty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打开这扇门 然后发现这个门后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呢就会得到一些reward 那在每个时刻呢 除了选择这两个action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listening这个action 然后来聆听这个老虎的位置 它在哪 但是这个listening呢 它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准确的 就是我在这个listening的process里面呢 它其实会有一些noise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noise呢 它使得这个process它变成了一个pomdp 而并不是这个最为经典的这种mdp 那针对这个模拟实验呢 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两份不同的分析 然后在这个第一份分析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 然后来检验呢 它这个数据呢 它是不是一个k界的一个mdp 那因为这个数据 它其实是对应了一个pomdp 所以就是不管这个k是多大的时候呢 我们expect 我们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 它其实都是会拒绝这个原假设的 那如果说大家看左边这幅图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呢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power property 然后另外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也做了第二份分析 在第二份分析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老虎 它真实的这个位置信息呢 把它放到这个数据里面 那如果说这个老虎 它真实的位置信息呢 它其实是已知的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数据系呢 它其实就变成了 这个这种经典的这种mdp 而它不再是这种pomdp了 那这样 这个时候就是不管这个k是多少 这个now hypothesis呢 它其实都是应该是成立的 那如果说大家看第二张图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们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呢 它其实也是有比较好的这个size property的 绝大多数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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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就是想跟大家简单的 summarize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法 那像我之前讲的一样呢 就是 就我们所知 我们当时这个工作呢 可以 相当于就是 第一个 在强化学习这类问题里面 然后做这种 mark consumption 进行假设检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虽然呢 之前就在强化学习这个框架里面 其实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问题其实在时间序列问题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 被study的比较多的问题的 那我们这边呢 就举了一个 比如说 陈彦宏 222.12这篇文章 然后为例子 那在他们这个文章里面呢 他们就是 首先 他们通过用这个 conditional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CCF 然后来刻画这个 mark absorption 然后其次呢 他们就用这个lo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 然后来估计这个CCF function 然后来构建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 那这lo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呢 就虽然就是 他们可能在低微情况下呢 会 还是work的挺好的 但是呢 在高微的情况下呢 他可能就 perform的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这边最 我们面临最主要的challenge呢 其实就是 如何在高微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devid up一个 有效的这样的一个 假设检验的 攻击量 那为什么在我们场景里面 高微是一个问题呢 那是因为在强王学习里面呢 这个state 它dimensional 它其实很自然的会increase 然后随着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past的measurements 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然后来构建一个新的 一个state vector 然后来检验一个 这个high order的这个MDP 那这个呢 也就motivate了我们这个 forward backward learning的这个方法 那这一页pp里面呢 其实我就跟大家 想跟大家简单的 assummarize一下 我们这个算法 它一些比较重要的 一些组成部分 那首先呢 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高微的问题呢 我们其实就是 用了这个modern 这些机器学习的算法 然后来估计得到 这些ccl function 那这边最主要的想法呢 就是其实我们是要估计 两个ccl function 就首先我们要估计 一个ccl of the future state given the current state action pair 那这个呢 它其实是对应了一个 forward prediction task 那我们就把这个 估计是呢 把它叫做这个forward learner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估计一个 backward learner 那其实它是对应了 这个ccl of the current state action pair given the future state action pair 那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呢 我们也提出了一个 用这个随机森林 这样的一个算法 然后来估计得到 这个ccl function 并且呢 从这个quantile renom force的这篇文章里面呢 汲取一些想法 然后使得这个计算呢 变得可行 那这些系细学 这些算法呢 就是说虽然他们一般 在预测问题上 他们有很好的performance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直接 把它们拿来 解决这个 把它拿来 用来这个做统计推断 那因为呢 这些算法呢 它其实一般都会带来 比较大的偏差 那为来消除这个偏差影响呢 我们这边最主要想法就是 其实就是构建这个 double robust test statistic 然后来把这个 forward learner和backward learner 把它给integrate在一起 然后另外呢 为了improve这个power property呢 我们也考虑了这种 maximal type test statistic 并且用这种高位 multiply bootstrap 然后来控制第一类错误 那最后呢 想跟大家简单的 summarize一下 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些结果 那像我之前讲的一样呢 就是我们这边就考虑 用这个 引误的这个 bideptal asymptotic 这样的一个 theoretical的framework 那具体这个理论框架是什么呢 就是 在强化学习里面呢 其实我们这数据都是 这种轨迹的数据器 那如果说我们用 这个大N 然后来代表这个轨迹的数量 然后大T呢 就是来代表每条轨迹 它一共有多少个决策点 那这个 bideptal asymptotic呢 它其实就是 一个这样的一个 理动框架 然后它可以让 either大N或者大T呢 去无穷打 那在实际的例子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器呢 都是这个 我们可以收集到 很多的病人的数据 就是大N其实是很大 但是呢 对于每个病人呢 可能就是他这个follow up 这样的时间点呢 其实可能并不是很多 那如果说大家考虑这个 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Ohio T1DM data set 在这个数据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只有 六个病人的数据 就这边呢 大N其实就只是等于六 但是呢 对于每个病人呢 我们其实是有 维系八周的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 观测的一个时间段 那最后呢 就如果说我们考虑 比如说电子游戏 这一类的应用呢 那这个boss大N和大T呢 它其实都是可以 虚无穷的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们要提出一个 强 想要学习算法 然后如果说我们想 让我们这算法呢 能够generally applicable 那它就应该在 这三种scenario下面呢 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在一些的 假设条件下呢 我们也是证明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 假设经验的方法 它可以控制第一类错误 然后在这种 bidirectional 这个framework下 就是either大N或者大T goes to infinity呢 它就是有效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想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 关于我们这个工作的 一些follow up的工作 那首先就是在 这个工作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考虑 用这个随机森林 然后来构建 这个假设检验统计量 那后面就是 我有一些follow up工作呢 其实我们这个 不是用随机森林 但是呢 是用 现在一些state of the art的 这种deep generative learning的方法 然后来构建 这种假设检验统计量 并且呢 我们把这些 这些方法呢 把它应用在 这种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testing 然后来testing 这种dex 以及把它应用在 这种更加general的 这种generic的 这种时间序列 这些场景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 在我刚才提到这个project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考虑做这种mark of assumption 它的假设检验 然后呢 但是我们其实假设的这个时间序列 它本身它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平稳性假设的 它有可能在一些场景里面呢 它其实是会被violate的 那我有另外一篇文章呢 其实我们就 主要是考虑 对这种平稳性 在强调学习这个 这一类问题里面 对这种平稳性 然后做假设检验 并且呢 就做后面的这种 变点的分析 然后呢 我们也发现 就是说 当我们把我们这个 步骤 把这个方法 用到这个intern health study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在讲的这个 第一个D字的时候呢 就我们这个方法呢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identify一个 更好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关于第一个project的 这样的一个 一些follow up的一个工作 那好 那接下来就是 我想就是 mov on来跟大家 介绍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个这个project 那第二个project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是 把强调学习 这样的一个framework 然后引入到了 这个absearch 这一类的问题里面 然后来做这种 causal effects evaluation 那可能absearch 应该也非常熟悉的 它其实 最近呢 它其实在业界呢 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然后它可以相当于是 现在业界的一个 golden standard 然后来对两个策略呢 进行评估 然后来看一个新的策略呢 它到底是不是显著的 比一个旧的策略要好 那我们这个问题呢 其实主要是 由这个 滴滴里面这种派单问题 然后所motivate出来的 那具体来讲呢 这个派单问题呢 可以这样来描述 就在每个时间点呢 这个公司呢 它其实都会有一个 这个订单的一个list 然后并且呢 与此同时呢 公司也会有一个 driver的一个 司机的一个list 那在每个时刻呢 对于这个list里面的 每一个订单 我这公司到底是 需要派哪个司机 然后来匹配这个订单 那这样的一个 这种matching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对应的 这个派单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project呢 其实就是为了来比较 两种不同的派单策略 他们的这种long term rewards 它大小 然后来 就是为了来解决 这一类问题的 提出的方法 那这里面呢 其实主要有三大challenge 那第一个challenge呢 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由于这个 carryover effects的存在 在后面的几页slides里面呢 我其实会跟大家 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个在我们的这场景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种carryover effects 那未来做A-B测 未来做策略评估 就是当像DG这些公司 他们来做实验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经常会用这种 alternating他们interward design 就说在某个时间点呢 他其实会用 这公司呢 会用一个旧的一个派单策略 然后呢 在下一个时间点呢 他就会switch到一个新的 一个派单策略 然后呢 再到下一个时间点呢 他又会switch back到一个旧的 这个派单策略 然后so on and so forth 然后由于这个carryover effects的存在呢 过去的这个action 其实也会对future outcome的 然后产生影响 所以就是说在design这些 A-B测这些算法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carryover effects 把它给take into consideration 那第二个challenge呢 其实就是这个adaptation 那这个是因为就公司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策略 然后他期待评估的 然后我评估每一个策略呢 其实都是要conduct这样的一个随机实验 那这样的话 所以来讲就是adaptation 其实非常重要的用来节省这个时间 以及公司的成本 那第三个challenge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adaptive randomization 那这个也是因为就是 在有些时候呢 公司也希望能够adaptively 然后来randomize这个treatment 然后可以来使得这个maximize这个total reward 或者说使得这个贝则假设呢 可以更快的能够被detect到 那就我们所知呢 之前呢没有这个test 可以同时解决这三大challenge 那接下来一些slides里面呢 我其实就想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example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为什么在共享出行这样的场景里面呢 我们会有这种carryover effects的存在 那我们假设就是说考虑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把这个程式呢 划分成十个不同的区域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说在三区域呢 我们有三个四季 然后呢在十区域呢 我们有一个四季 并且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假设就是说 我们收到了一个订单 它是来自于六区域的 那这个时刻呢 我们其实可以考虑 两种不同的action 就是我们可以either 让就是三区域的其中一个四季呢 然后来匹配这个订单 或者呢 我们让十区域的这个四季 然后来匹配这个订单 那首先考虑就是说 我们假设我们用的这个 就近派单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让三区域这个四季呢 然后来接这个订单 那也正因如此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就在三区呢 就只剩下两个四季了 那好 那假设就是说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我们在e区呢 它出现了三个订单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肯定可以派 就是说这三区域的 这两个四季呢 然后来接 就是说 e区的其中两个乘客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派这个 十区的这个四季 然后来接这个 e区剩下的这个乘客 那但是呢 由于这个十区呢 离这个e区呢 非常的遥远 就这个四季 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才能到达这个e区 那也正因如此呢 就是说这个 passenger呢 他有可能 他就不愿意再等了 那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取消这个订单 那从平台的角度上来讲呢 其实我们就 miss的一个订单 那好 那假设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这种 穿越时间的能力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 假设我们不让三区的四季 然后来接这个订单 但相反呢 就是说我们让十区的这个四季 然后来接这个订单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其实就是 他可以节省 所有的这个 三区的四季 以至于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刻 当我们在一区 收到三个订单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匹配上 完美的匹配上 这三个订单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在供养处星 这场景里面呢 我们会存在这种 carry over effects 那总结起来来讲呢 就是说在这些场景里面呢 我们是会有这种 carry over effects呢 由于这个过去的action呢 他会对这个司机 他在空间上的一个分布 然后产生影响 进而呢 然后来影响这个 future outcomes 但是呢 就是已有的很多 想要 ab测的这个算法呢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能够detect的 这种carry over effects的 然后为了来 说清楚这一点呢 其实在文章里面呢 我们就做了两个 非常简单的 这个toy example 那如果说 大家考虑 这个第一个example 在第一个example里面呢 这所有的数据呢 他其实都是ID的 他在时间上呢 他其实是独立的 在第一个example里面呢 这种carry over effects呢 他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如果说 大家看这个第二个example呢 在第二个example里面呢 这个rt 他其实他是不依赖于at的 但是呢 他会依赖于 他会通过这个st 然后进而依赖于 这个at减义 所以在第二个例子里面呢 我这个carry over effects呢 他其实是存在的 就是说我这些observation 并且就是说 我这些observation 他在时间上呢 他就不再是独立的 那我们呢 就用这个 一个 这个非常经典的 这个toy test multi test 以及这个double machine learning based test 也是 最近非常火的一个 这个假设检验的一个方法 以及我们这个proposal test 把它应用到这两个例子里面 然后来detect的这个 贝则假设 让我发现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三个方法 都应用到 第一个例子 就是 当我这个carry over effects 不存在的时候呢 那这三种假设检验统计量呢 他其实都是比较powerful的 那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它用到第二个例子 就在这个carry over effects存在的时候呢 那这个toy sample test呢 和double machine learning based test呢 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detect这个authentic hypothesis 但相反的就是我们的test呢 他还是remains powerful 那接下来呢 也是 想跟大家简单 summarize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文章它的一个contribution 并且我们这个方法它的一些优越性 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其实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强化学习这个framework 然后引入到的这个ab testing这一类的问题里面 那其实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做的呢 就是我们提出用这个mdp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来对这个 这个实验收集到数据 然后进行线模 然后进而呢 就是说来提出这种ab testing 这个假设检验的这个步骤 那我发现就是说mdp这个模型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来描述这种carry over effects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如果说大家看这个causal diagram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模型假设下呢 我们其实是有这样一条线 就是说从这个at-1到rt 我们是有这样一条线 是把这两个node把它给连在一起的 那所以呢 就是它其实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模型假设下呢 就我这个过去的这个action呢 它是可以对未来这个outcome呢 是会有影响的 然后这个影响呢 其实是它是间接的通过这个st 然后进而影响就是说这个rt 那这个对 就是实际的这个practitioner 它的意义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构建这个state vector st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包含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个mediator 然后来mediate effect of the past action on the future outcomes 但是呢就是绝大波多数的这种ab testing它方法呢 它们其实都是需要这个independence assumption 那正是因为如此呢 就是已有的很多的ab testing方法呢 它其实都是没有办法能够detect这种carryover effects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个比较novel的这样的一个假设经验的方法 然后来对两个策略它的这种长期的收益进行比较 并且呢我们这个方法呢就是有三种 有三大novelty 就包括这种sequential monitoring 包括online updating 并且呢它也是在很多design下呢 它都是适用的 包括这个mark of design 这种alternative mental of design 以及这个adaptive design 那在这页pd里面呢 我就想简单summarize一下我们的方法 就首先呢 为了来做策略评估 为了来评估就是两个不同策略 它的这个长期收益呢 我们就提出就是用 这个强化学习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法 叫tempo difference learning 并且呢把它和seal方法相结合 然后来做这个评估策略评估 那这边我想强调的一个点就是 其实很多已有的这种tempo difference learning方法呢 他们都考虑就是只是 只能提供一个点估计 但在这边呢就是由于我们要做这个hypothesis testing 就是我们是要provide的这种 onsummarize quantification 但这个呢就是在很多已有的 强化学习的网站里面呢 其实都没有得到考虑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基于 我之前一篇GRCB网站的方法 然后来做的这个onsummarize quantification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tempo difference learning 和经典的这种alpha spending的方法 把它给结合在一起 然后来做这个这种sequential monitoring 然后并且呢就是我们也提出了一个 boostrap assisted的方法 然后来决定这个stopping boundary在哪儿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boostrap assisted方法呢 因为这种传统的这种alpha spending approach呢 它其实是用了一个数值积分的方法 但这种数值积分方法呢 在我们的场景下呢 它其实就不再适用了 由于这个carry over with x的损散 那另外呢在理论上呢 我们也是证明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假设解研统计量 它是能控制delate错误的 并且呢就是说 它也能够detect的这种local的备则假设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证明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tempo difference learning 和seal方法把它给相结合的时候呢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种undersmoothing呢 它其实是不需要的 那具体来讲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构建这个 在用这个seal方法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introduce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seal basis 然后来保证就是说 我们最后这个 它这个seal estimator 它的bias呢 是要比它standard deviation 要decade的更快的 就这个就是undersmoothing 其实是不需要的 然后并且呢我们也证明了 就最后的这个palsive value 它的估计值呢 它其实是半算有效的 那这边undersmoothing不需要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这个bias of the positive value estimator呢 它其实是会比这个seal estimator呢 它的pointwise bias呢 会会会会会 decade在一个更快的一个rate上面 然后这些结果呢 其实在有一些 以诱的文献呢 他们其实已经establish了这些结果 但是他们考虑是这种 rid的这种supervised learning的这种setting 然后我们这边呢 其实就是把这些结果呢 把它extend到了这种强化学习的setting 然后可以允许 这些observation呢 它在时间上 它是可以相关的 然后这个结论呢 也就 它其实也就suggest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test它其实不会be over the sensitive to the choice of the number of basis functions 并且呢就是说这种forse validation呢 它其实可以用来 然后来选择这个basis function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模拟试验 然后来比较我们的test 把我们test和这个to sample test 以及一个比较经典的这种sequential test的相比较 那首先如果说大家看这个右边的这些这些 这几步图的话呢 就右边这几步呢 它其实是画了这些test它的一个type point arrow 那可以看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说 对于这种这三个假设解键统计量呢 它其实都是可以控制这个delay错误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看左边这部图的话呢 就左边这部图呢 它其实就是对应了这些假设解键统计量 它的一个inprecode的一个power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to sample test和这个classical的sequential test 它们其实就在这些setting下 它们其实就没有power了 但是呢 我们的test呢 它还是有足够多的power 那这个呢 也就是像我之前讲的一样 就是由于这些classical test 它没有办法能够detect的这种开入over effects 但是呢 我们的test呢 就把这种开入off effects 把它给take into consideration了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test 应用到了这个 第一个实际的一个数据集上面 然后我们这边考虑呢 就是为期两周的一个 一个ab测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呢 就其实是按照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进行切分 然后就每半个小时呢 其实公司都会决定 就是说我到底是用哪个策略 然后来应用到这个程式里面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state vector呢 一般就是说我们把它设置成三维的 就前两维是这个空闲司机的数量 以及这个定单数量 那这两维变量就我们 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 它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对应了这个 to side view market 它的一个供给以及需求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是加入了一个 供需的这种匹配度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呢 其实就是对应了 我之前讲的这种mediator 然后它可以用来mediate the effect of the past action on the future outcomes 那这边这个action呢 其实它就是binary的 那我们就是比较一个新策略 和一个旧策略 它们的一个好坏 然后我们也是把这个司机的这个 最后他们的收入 然后作为一个immediate reward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开天眼的 知道就是说这个新的策略呢 它会比旧的策略呢 要好 因为这个新的策略呢 它其实就是设计 然后来outperform这个旧的策略的 那在这里 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两个分析 在第一个分析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策略 用在一个AA的数据集 那在这个AA的数据集里面呢 就是两个相比较策略呢 其实是一样的 那由于这个比较策略是一样的呢 所以我们就是exact我们test的 它不会拒绝这个原假设 那这蓝线呢 就对应的是这个test 它的一个rejection boundary 然后呈现呢 其实对应的这个test 它的一个就是假设检验的一个统计量 它的值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用到这个AA实验的时候呢 这程序呢它没有高于蓝线 就我们这test呢 它没有拒绝这个原假设 那这个呢也是expected的 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test 用到这个AB实验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实验的第12天 就其实在实验这个结束两天之前呢 让我们的这个test呢就可以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新的策略呢 它要比旧的策略要好 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用这个 经典这种classical two-sample t-test呢 那它其实得到的这个p-bid是0.18 就是它没有办法能够拒绝这个原假设 那这个呢也就是跟我之前讲的那样 就是说这种classical 这种AB test呢 它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能够detect的 这种carry-over effects的 那最后呢其实也跟大家简单讲一讲 就是关于这个project 我们做的一些follow up 那在这个project里面呢 我们其实主要是考虑这种派单的这种策略 那另外就是公司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类策略的 就是这个补贴的这种策略 那在这一类实验里面呢 就是在有些实验里面 其实它不光会有这种 时间维度上的这种carry-over effects 并且呢它在空间的维度呢 它也会有一些speel-over effects 然后为了来handle这种时空上的 这种interference effects呢 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follow up walk 然后我们提出用这种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的brainwalker 然后来做策略评估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公司的有些实验里面呢 它其实会有这种unmeasure confounder 然后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一类问题 然后做了一个提出了一个paulcy evaluation的方法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follow up walk呢 我们其实是考虑这种generic的这种oppaulcy evaluation 这样的一类问题 然后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我们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deeply device的一个procedure 然后来对这个oppaulcy value呢 然后对它来构建这种知情期间 然后对它来做这种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然后另外呢最后这个呢也是一篇比较generic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其实是在这种confounded partially observableMDP里面呢 然后做这种op的这个问题 那可能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报告就是讲到这里 还是非常感谢这个熊老师的邀请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聆听我的报告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是欢迎可以随时提问 我们首先非常感谢施教授的精彩报告 那么现在下面呢 接着来看看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提出来讨论 另外施教授你好 我是那个我叫林楠 我是熊老师的学生之前 然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这个讲的这个toppy都非常有意思 在现在您出的第一个project里面 您提到这个MAtest 它可以determine的那个order of这个MDP是autimus的order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specify这个order of MDP 如果我们fit这个data 这个MDP的这个process的时候 如果是misspecify 这个algorithm会converge吗 还是说就是不管怎么样 它都能够reach这个stationarystep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其实我不很清楚 就它有可能它可以 它有可能它可以converge 它有可能它没有办法能够converge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model 它是misspecify的时候 如果说比如说它是一个underputed model 那就算它converge 那它也不会converge到一个optimal policy 它可能是converge到something 但它就说不是一个optimal的一个poxy 如果说是一个overputed model 就是它有可能会converge到一个optimal policy 但是就是这个poxy 它其实在小样本情况下 它的virus其实是会非常大的 就由于你加入了很多的电量 所以所以 所以我的一个题 就是用这个MTA test 可以帮我们就是去determine what is the best model we can use just to implement in the real data analysis yeah exactly so that's our purpose 感谢您的问题 对非常感谢 对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觉得听完以后 感觉这个很受启发 多谢 多谢 有什么问题 小教授 我提一个问题 别人 比如说 你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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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 有系 他这个接测 对吧 像你在这里 一样 有系列在过 对吧 就是说 那么 别人就有问题 那他那个 他目的吧 就是你选 这个 但你最好 我们看到的是 比如 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说 你提一个问题 然后一个回答 对吧 那这个回答吧 就是能够 使得 这个回答吧 在他那里 概率吧 是 最大的 他们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那这个过程 就是说 你 你在 在 那个 无形里面 你的输出 它的 考考性 就是说 有没有能够 估计的 competence interval 自行期间 competence interval 它的估计的 它的输出的 你 你说的就是 是 是说 这个 user 他有没有点 那个 比如说 高不高兴 那个 就是那个概率的 一个 confidence interval 是吗 对啊 比如说 他提一个问题吧 你喜不喜欢 这个电影 对吧 嗯 嗯 嗯 喜欢和不喜欢 对吧 那么 那么 有所 就是说 那你呢 这个 他呢 在你母亲 应用这个 他就是要判断 最后 对对对 回答 是不是 符合实际 对不对 对对对 记得速度的母亲 是不是符合实际 他的回答 就是 概率多高 对对 这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 我其实 嗯 还还没有想到 还没有想过 这种应用 但确实就是 这个可以formulation 就是跟第二个 第二个project 可能比较相关 就是他可以formulation 这种pulse evaluation 或者说all policy evaluation 他这种 confidence interval 这样的一个 他可以formulation 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个也是一个 potential的一个应用 但是这里面的话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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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 他就更加复杂了 但是 我没有想过 就是说 这这这方面的应用 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 是是可以formulation 这个问题了 嗯 刚才 你真的 他肯定 可以调过 我的 步骤动态 啊 对对对 但那我觉得 他他可能 肯定确实 就是说 应该是一个 更加更加 复杂的一个process 对对 看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说 我想请教您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对这个 in- 就是说 informal learning 不良的 但是 比较经典的 这个hidden macro 那个model的话 一般 一般都是假设 就是说 observable data 和那个hidden data 是符合 某种 那个统计 模型 然后呢 那他这个 有forward的 reward的 这种算法 就是来 来计算出 这种 模型的最佳参数 然后在你 这个 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 是不是说 就是说 已经不需要 这种 这种就是 就是那种 hidden state 和那个 observable data 之间的一个 一个这个 模型 那 那 那 这是 是不是主要的 差别 在这个地方 嗯 这是 这是一个 呃 比较好的一个 呃 问题 就是 首先就是 呃 PalmDP 呃 这就是 就是 overall就 PalmDP 其实 大家怎么做 possil p-mallation 其实做 做的比较少 那就像你说 就有些文章 他们可能会 rely on一些 比较 specific的一些 model assumption 但是我觉得可能 呃 在实际里面 大家经常会做的 可能也 也就是 比如说 他们会 就是把这个 嗯 把这个state 把它给 concred在一起 然后 就是来 来满 来尽可能满足 这种 mark of the assumption 然后 然后这样 这样来 来 来 做这种 啊 策略的优化 比如说 那个 这个 这个 Dip Queue Network 就他们在 用在那个 Atari Game 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 类似的 做了这种 嗯 把 把过去的 这个state HMP 把它给 拼接在一起 然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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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 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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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一个问题 就过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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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用的比较少 然后如果说 具体 具体到我们 我们 这个 这个 project 里面呢 其实 我们没有 对 Prom Dip 具体用 什么方法呢 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样的 假设 就是它 其实可以是用 一个比较 generate的一个 PromDip的方法 它并不一定要 一定就是说 需要就是说 这个 它这个state 和这个 latent的 这个 这就这个 observation和 这个latent state 里面呢 它可能需要 有一些 什么样的 关系 这个是 您 您想问的 问题吗 我可能 讲的 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 我是说 在经典的 这种 就是说 Eden state 和那个 observate data 它一般都会有 根据这个问题的 本身 一般会提出一个 一个统计 我记得就是说 什么样的 Eden state 然后 那个 Observate data 因为有个 Static Model 在你这样的 做法里面 是不是说 就是说 你用没有强化学习的话 就是说 不需要这样子的 Model 或者说 这样的Model 不是以经典的方式 比如说 是 比如说 是个Normal Distribution 或者是 Langue Binom Langue Distribution 在这个里面 基本上 已经 需要这样的 是通过一些 更加 就是说 Normal Network 我都来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我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 我觉得如果简单 Sumarize的话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 比较近的工作 然后他们是用 像Neuron Network 然后比如说 像那种 Recurrent Neuron Network 因为就是它可以 Allow 去Depend 上所有的 History 或者说 用那种 LSTM 这样的模型 然后来 做这种 PalmDP 面的这种 策略的油画 然后另外 还有一些 非常常用的方法 就是 有一类非常常用的方法 就是叫 Spectoral Learning 那其实也是 就像你说的 其实它没有依赖 一个Generic的 一个Model Assumption 比如说像 Normal这种的 就是我 就 如果 如果说 to be precise 我觉得 就是说 这个Answer 就是 yes 就是说 他们一般不会 impose这种 Specific的这种 Model Assumption 这个是 您想问的吗 对 这个确实是我想问的 我能够问 就是说 譬如说 在整个 里面 里面就是说 在实际情况下 就是说 可能在 有一段 有一段的 这个 时间序列系列 里面 有一段的 里面 它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未知的因素 在里面 然后 就是说 碰到这样的情况 你这个Model 能不能自动 那个 那个 检测出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OK 这个 这个 你现在这个 你现在这个 这个Model 最大部分情况下 显示在一个状态下 然后在 在某一 某一段 里面 里面 就是说 就是说 可能跟 Hidden 跟简单的 用前里的Hidden Stays 关了一些 未知的 因素 加起来 然后让这个数据 我们明显的 那个 Divet 出这种情况 对 我们现在没有考虑 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假设 就是这个 Time Series 它其实在时间上 它是平稳的 就是这个结构 它是未变的 对 但是就是 我们后面 我刚刚 我也提到 就是说 我们后面有一个 就非平稳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 那就是 你讲的这个问题 它其实是有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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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结构 其实 它在时间上 也是有可能 它不是 它不是平稳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 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对 我知道 你要让任何东西都可以变动 你当然计算的power 我就会变 对 对 那个 低很多 但是就说 譬如说像这种不平稳 它会出现 但是它并不是 很频繁出现 或者说 说 我们会有什么 一些gath 就是你有另外的一些数据 数据 这个不平稳 可能跟 某些 这个数据相关 相关 但是有没有一个 比较 简单的方法 可以 estimate 这些 我觉得一个简单方法 就是可能 比如说像 像您刚才讲 那个情况 如果说 我们知道 它跟哪些方法 它可能跟哪些因素相关 那你就可以把 比如说 把这些因素 把它给加到 这个state里面 可能它就可以用来解决 这个 它可能就变成 一个平稳的过程了 然后可能就可以 就 以后的方法 就可以直接适用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比较practical的 一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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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this non-stationary issue you you can put those factors into a state to to satisfy this assumption and do do a subsequent analysis I see 或者说 我认为 整个 这个 这个 大部分 都是 一个 比较经典的 这个模型 但是 我知道 有一些 可能 就是说 有一些 位置的 因素 有没有 可能 做 比较经典的 模型 和这个 Deep learning 的 模型 能够 就放在一起 然后 可以让它 这个 把这个 power 就是说 和经典的 模型比较相近 但是 因为 Deep learning 可以抓住一些 经典 模型 抓不住的 这个 这个 但是 我不知道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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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比如说 我知道 它大致应该是 符合 某种 static 低速游行 但是 肯定还 还有一些 那个 因素 可能 我没有办法 办法 用这种 比如说 normal 或者是 什么 来 模擬 它 我希望 用那个 Deep learning 认领了 这部分的东西 用Deep learning 的那个 模型 来把它抓住它 那这一个 好 问题 但我 我确实 不是很清楚 我不是很清楚 就就 但但 我觉得有可能 可以用那种 adaptive的方法 比如说 就是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比如说 可以 检验一下 就说 它跟 我不知道 就说 这种 比如说 这种 模型 是不是可以得到 检验 它可能 也不好 检验 因为 因为它是 Hidden的 对吧 对 但 我 这个 这个 我确实 不是很清楚 谢谢 有这种 探讨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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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您的问题 嗯 大家 什么问题吧 有问题 已经 还有一个问题 熊老师 那个 那个 我们那个 chatting box 里边有一个问题 是老师 他说 嗯 他说 如果我们观测到 一些大数据 但是我们没法 用A-B test 那么我们 可以用观测 数据的序列 嗯 序列数据 因果 做因果 推断吗 请问有什么建议 啊 对 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啊 我后面其实也罗列了一些 嗯 工作 就是我们 其实相当于 就是 就是要 是 是从这种 observational data里面 然后 嗯 对这种 time series data 然后做 然后来做 比如说 测试的评估 但啊 那就是 observational data里面 一个很常见问题 就是它有可能会有 啊 on-messure ofunders 那这边呢 就是怎么样来 address on-messure ofunders 的问题 然后 最近其实 在 causal inference literature里面 有很多 work 他们是 做 比如说这种 proximal causal inference 然后来解决这种 on-messure ofunders 的问题 然后 但是我们发现 就是在 比如说 sequential这种 setting里面 其实 它这个问题 会更加 简单一点 就为什么简单一点 就是在sequential 的setting里面 我们其实发现 就是它有一些 比较natural的 那种 proxy variable 然后我们可以用来 来解决这个 on-messure confonders 的问题 然后 就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一些 过去或说 把它未来的 那些observation 然后看成 这个proxy variable 然后就这样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 自然的 就存在这些proxy variable 然后来解决这种 on-messure 和方的问题 那我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 就是您想问 OK 我等他 等他回复 那个施老师 最后我还想问 一个问题 就是能不能再 给我们说一些例子 就是我们 这个reformance lending 它在 它 它这个统计里面 它在这个制药中 有没有更多的一些 成功的应用 能不能跟我们 分享一下 我PhD期间 其实做了很多 这种precision medicine developer 就是统计方法 然后在 precision medicine里面 但是我做的很多工作 其实都是偏方法的 就是 就其实不是 不是 对对对 所以就就 其实很多都是 只是illustrate 一下方法 但但并没有做 并并并没有做 非常detail的应用 对 但但就就我所知 就是其实 就这个process 它其实是很慢 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 conservative 就不 就不一定 就就就 就算比如说 有那种fancy方法 就可能也 不一定就说 一步到位 能直接 这种 这种 这种应用的 对 我确实在博士期间 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就说 大部分都是methodology的 OK 而且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在reinforcement ending的话 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